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看高一练习5.2的第四题 首先呢,根据题目的描述 你有一个入射角,30度 然后你有一个折射角,45度 入射角呢,在水 折射角在空气 从水进入空气是一个密的介质进到书的介质 密到书会偏离法线折射 所以入射角小于折射角,这是正常的 那你拿side30度除以side45度 就会等于入射介质水 WNA折射介质A 那算,这个就先不算吧 当作是一个等下会用到的条件 第二个呢,题目说 你到空气玻璃的界面去看 发现一个60度的入射角和30度的折射角 这个也合理 空气是一个较输的介质 玻璃是较密 所以从空气到玻璃呢 输到密就会靠向法线折射 简称输密向法 那你又可以得到另外一组side i除以side r等于折射率 那左下角写入射介质,右下角写折射介质 那最后题目要我找GNW 根据刚刚前面有谈过的折射率关系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 EN2等于N2除以N1 那在这里呢,题目要的是 Refractive Index of Water 也就是NW With Respect to Glass 也就是说Relative to Glass 相对于玻璃而言 这个G就要写在前面 所以是从玻璃进到水的折射率 也就是NW除以NG NW左下角默认为air NG左下角默认为air 所以空气进水的折射率 我们没有 我们只有水到空气的折射率 所以就把这个折射率呢 取导数 也就是把这个side 30度除以side 45度导数 那NG我们有 分别把side 30度约掉 side 45度为特别角 2分之根号2 side 60度为特别角 2分之根号3约掉 根号3分之2